我是William Lin 我开始我的公司The Cutting Room 是2006年 我从业一行是35年 其实我未入行之前 我是土木工程师 因为家里的环境和经济不好 所以我停了我的大学 进入了一行 年轻的时候 我永远都最明、最理 当时我对名气和名利很执着 因为我是第一 现在我的心态是 我很希望是我所有的经历 或者我自己 自创一个剪彩的 既可的方法和思维 来分享给现在年轻的美法师 我入行的时候 有一个狠狠说过 你做什么的? 我做头发的 我的非法制 我就觉得做美法 不是很多老一派的人说 非法制 我永远都不爱做一个非法制 我是做一个尊业的美法师 造型师 最好的造型 就是你用你眼前 所有的发质也好 长度也好 你做一个发型 是最适合这个客人的 我母亲过了身 她是十六十五的时候 那时候 一年可能我会回去五六百 如果有什么病痛我就回去 很多时候我都是 平时我手上的阿婆们 我立刻去机场 什么行李都没有 就是这样飞回去 飞到回去 看到她 她可以了 我天早最早的那班机 我就飞回来 父母在山 你好信 是一个很安慰的东西 即使我自己的家庭 我的太太也好 我的子女也好 我一定会分配时间 跟他们在一起 所以我一直来 我都是挑战我自己的技术也好 我自己的知识也好 思维也好 我一直进步 我从来没有停留过 从头一天我入行 到今时今日 我都是无停地学 我就觉得你今天很威风的东西 等你明天 后日 一年后 两年后 三年后 是历史来的 你现在 目前 还有人 觉得你的存在感 是最重要 因为我帮助很多 年轻 将来的美法师 去成立他的梦想 做美法 客仔永远都可以最美的造型 走出你的店铺 我平时 我以前很自大 好像很容易过去 我做的事 我觉得是第一 是店铺坐着 被我剪到哭的客仔 是很多 所以我觉得是 如果你的客仔 没有尽量 但是 你不尽量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隔炎 或者是很多 坚持 努力 没有放弃 我永远没有说 失败了一辈 唯一同志说 I will be back 我仍是一路不停的努力 一路不停的改变我的思维 这一点就是重来不放弃的 我做人师 你叫我选大一行 我觉得不是我爱做的事 我很喜爱做我的份工作 I love my job I love my job